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新闻搜查国际版 在往常我们都是邀请林少宇来为我们主讲这个单元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早安财经文化出版发行人沈云聪 云聪兄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大尊 今天带来了两个非常精彩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 学术自由之争 这让我想起来1984这部小说的最后 从农场主人手上革命成功的两头猪 拿破仑和雪球 他们建立了一个政权 一切动物都平等 只是有些动物比其他的更平等 看起来就学术自由好像是有的人比别人更自由一点 是不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是大灾问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今天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 当然跟美国大学校人最近这几年来的发展有关 今天我们就借由纽约时报最近我看到的一篇报道来谈这个事件 那这篇报道的作者是纽约时报文化线的记者叫Jennifer Swister 那 Swister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The Fight Over Academic Freedom 简单直译叫做学术自由之争 我们就从这篇文章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对于美国这几年来学术自由争议的一个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种整理的起点 那简单来说 我想这一次美国校园里头学术自由的争议 可以分为我了 我把它分为两大波 第一波呢 可以很具体的从川普的崛起开始 因为川普的崛起以及他的信众们 突然之间发现 咱们美国怎么越来越多知识分子 怎么有越来越多的媒体 都变liberalized了 怎么都听这些左倾的 这些民主党的家伙讲的话 你看我们看到的影集 我们看到的电影 我们在主流的媒体上说 看到的评论 怎么大半都偏向了民主党 靠去这个手用的话 叫做自由化了 自由化 被liberalize 上下引号的自由化 所以他们往下就讨论 越来越多人就发现 怎么回事 看起来教育机构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成为自由派 在过去这些年给老百姓 给年轻人 给知识分子洗脑的温床 就是我们这几年 左派朗朗上口的所谓的DEI D是diversity 多元性 多元 E是equity 平等 I代表着inclusion 包容 中文它好像有一个 说法叫多元融合 我想讲 比较多元融合 一方面有平等的意念 一方面有包容 是吧 但这个 我们现在都看到了 看在右派的眼中 这简直是走火入魔了 所以这几年我们陆陆续续看到 只要是共和党执政的州 特别是南方 弗洛里达拉德州 都想办法 要把手伸进校园 试图拨乱反正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去年 差不多就去年这个时候 佛州的州长Dissantis 他就立法签署了一个叫Stop Walk 停止觉醒的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基本上是想要禁止任何 在校园里头维护 宣导 推进 灌输 或迫使 与种族有关的理念的传达行为 也就是反对多元平等跟包容 但是他不会这样说 对对对对 这几个好字或者听起来并没有太太冒犯到人一般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 这几个字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他不直接这样说 没错 那这当然在当时也掀起了一团混战 所以大家要吵成一团 我想少女兄搞不好也在你节目的影片里面讲过 这是第一波 但第二波紧接的当然就是 这是2023年以前的事情 2023年我们马上看到了 来自于尾巴冲突 甚至尾巴战争的爆发 因为一旦爆发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的校园里头 挺以色列的 挺巴勒斯坦的都有 那也因此 那个就两派吵成一团 那你会看到美国的白宫 乃至于国会 乃至于美国的企业界 美国的情营 基本上都是挺以色列的 最后导致最戏剧性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国会作证的三家 长春藤名校大学 哈佛大学 宾州大学 跟麻省理工大学的三位校长当中 因为在作证的时候 拒绝回应共和党众议员的质询 说要他们谴责 这个在校园里头 挺哈马斯 挺巴勒斯坦的言论 让犹太人在校园感到受到威胁 希望三位校长发表谴责的说法 就是表态了 要表态 结果三位校长居然不直接表态 那当然就导致了三位当中 目前为止 已经有两位下台 下台了 那其实讲到犹太人跟以色列这个事情 那个校长老师得罪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因为以色列而被搞下台的 他们绝对不是第一跟第二人 最有名的也是 其实就是一年多 我忘了时间点了 有一个人权观察组织 他的主席叫Kenneth Roth 他也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哈佛干乃迪政府学院的教授的学者 因为他发表了批评以色列人权记录的说法 那据说就因此就被摘了他的工作 所以人权观察组织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这阵子看到的 只是一个怎么说 比较浮在台面上 其实过去陆陆续续 在美国校园里头都有这样的一个 潜规则 你谁都能骂 犹太人 以色列 你骂的时候你最好 说法给我更谨慎一点 什么人都能捧 但是不能捧巴格斯坦 当然了 美国校园涉及言论自由争议的事件 不是只有左派跟右派 不是只有尾巴 其实很多的相关的议题 大大小小的都可能在 就是我的意思说 那个学者很容易踩雷 我再举一个故事 哈佛大学 有一位演化生物学者 叫Carol Hooven H-O-O-V-E-N Carol Hooven Hooven 他曾经在两年 应该算可能快三年 2021年的一个电视访问当中 他说 就谈到性别 他说 性别认同的多元 是应该获得尊重的 Diverse gender identities should be respected OK 但是 但是 他补了一句话 他说 Biological 生物的性别 只有两种 就是男性跟女性 这就大麻烦了 对 引爆点呢 就回到他自己的系上 包括他系上的学生领袖 都全面的杯葛他 最后导致Hooven 在去年 也被迫离开 所以 美国校园里头 这几年的 这个学术自由的争议 其实就在 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当中 就越烧越旺 是 这个 学术自由啊 虽然现在是打着 学术自由的名义 Academic Freedom 但是 他看起来 还包含了 他跟 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 就是到底有多少程度的言论 是会被检验的 我相信 他也会一步一步的 朝其他的 社会保守面向去缩紧 怎么看这个事 我们现在谈学术自由啊 包括我们自己 台湾的宪法解释案 都很具体的 涵盖三个事情 第一个呢 是研究的自由 第二是讲学的自由 或者教学的自由 第三是学习的自由 那这个是很标准的 学术自由的定义 但他跟一般的言论自由 根据这篇报导的说法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是 所有的言论自由 他其实是要保障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发表任何言论的权利 但是学术自由 有一个不一样 因为学术自由 他肩负着某种使命跟责任 在校园里头 学者 研究者 是有 研究之后 辨识是非 黑白 对错的 基本角色的 所以这是学术自由 跟一般言论自由 最大的不同 这个在 七八十年前 甚至更直更早 这个中国大陆 在取得政权的时候 就曾经有过一个口号 反动学术权威 就学术 他本身是有权威 权威 你只要是学术权威 你就是反动 你只要是反动 你就是学术 就是有权威 所以 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这个字眼 他一下就涵盖了 好几个层面的 言论自由 可是美国现在 才在面对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现在 才面对这个问题 而是 其实美国面对 跟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法 跟我们不太一样 比方说 好了 他像最近这个 还有学校的董事会 也可以搞鬼 Lisantis 他就为了 他想说 那既然我立法新冠 后来就被 这个最高法院 给挡下来 刚刚讲的那个法案 可是他就另外出招 那我操弄你们董事会 该选择可以吧 结果就真的让他得逞了 再来还有所谓的 学校的donors 出钱的老板 捐钱的效用 他也可以给你 给你搁上一脚 要伸手进行效应 像比方说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一八战争发生之后 那美国像哈佛大学 就出现 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组织 然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那声明获得 大概校园那三十几个 团体的支持 他背后的大金主 哈佛大学的背后大金主 叫Bill Ackman 一个很有名的 避险基金的操盘 Ackman就要求 哈佛大学 我可是出钱给你 我要求你们 必须把这三十个 学生团体的成员 跟名字都公布出来 让我们所有企业界 金融界都知道 这以后就绝不认用 大概就是这意思 是 好 这个也就是说 他还走入了一个 看起来是资本的斗争 在反动学术权威 这几个字来讲 这意思也差不多 所以在我们过去 谈到学术自由 以及对学术自由的干预的手 主要还是来自于政府 还是来自于官 是 可是在美国 最近发生一连串事件 你会发现 不只来自官 甚至相反的 官的手还不是那么有力 明显 反而是来自于 除了刚刚讲的 第一个是金主 再来第二个是学者本身 甚至第三个是学生本身 就像刚刚讲的 像这个 这个 Carol 对呀 学生本身都可以 站起来说 这个老师我不喜欢 请你把他 我可以ban他 你怎么可以找这个老师 来我们学校演讲 就说不是你学校老师 别的学校老师 来我们学校演讲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还是找他来 那我到现场去闹 他在A的演讲跟演讲 我就进去举牌 我就进去吵闹 你把我赶出来 我就在门口笑笑 这是都是在耶鲁 马省理工都曾经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在本国在台湾也发生过 你记不记得黄春明去演讲 也有蒋伟文跑上去 是所以在美国你讨论学术自由的时候 那个面向 以及你可能要去打击的点 不是要去讨论的点 就相对更多了 是 好但是这个 这还牵涉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实际上面 正在处于一个热斗争的情况 是啊 你讲到以巴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看出 老实说 不管是红的共和党 还是蓝的民主党 不管是主张开放言论 还是主张应该言论有所限制 学术自由应该有所限制的两方 都有自相矛盾 甚至双标的现象 我们一点一点一点来说 比方说好了 我们先讲 共和党 共和党 共和党过去反对DEI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这个DEI呢 多元平等包容 对 其实是假的 但是这一次你看 他都用同样的理由 也就是DEI 来压制那些反巴勒斯坦的言论 蓝队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过去觉得这个这个少数人的安全感是重要的 所以应该保护让那些少数族群感觉不安全的联论应该要受到限制 结果你发现这一次很多人都反而知识 以色列 然后反而是主张继续让犹太学生感到不安全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者在这一次的事情当中又让校园的学术自由的讨论多了一层不得不去面对的真实的状况 也就是说大家还是回头不敢回头面对一个问题 谁的自由 是不是有更自由的 更自由的一个组 我说应该这样才自由 所以就得这样子自由 不过这还有媒体的角色在里面 就顺便插个嘴问问 所以媒体你看包括你的好朋友马斯克 他就常说嘛 就说现在的媒体啊 现在好莱坞啊 现在很多的学术圈 科技圈 精英圈都已经觉醒掉了 都被蓝的被民主党的自由派的这些觉醒的言论给洗脑了 所以你看拍任何电影 都要搞个什么同志的场面啦 等等 但我先说 这也是事实 这也是事实 所以其实马斯克就非常不爽 他说为什么一定在这个样子 我讲到哪去了 对 媒体 包括你看主流新闻媒体也是一样 现在讲到川普的崛起 你像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纽约时报 你看到CNN 你看到所有的这些 这些所谓我们过去认为的主流媒体 除了福斯新闻之外 其实对川普的所有的报道 如果我们去做内容分析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一面倒的想尽办法的挑他话里的毛病 想尽办法的报他负面的新闻 相反的拜登至少在他这个老太问题越来越严重之前 大家都尽可能给他包容 直到我看最近这几个月实在包不住了 偶尔也加一些对拜登的批判 因为其实现在美国老实说 我觉得知识分子也蛮无奈的 他们认为川普很糟 但是拜登也实在不行 担不起来 但你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些主流媒体 某种程度对民主党 对拜登的同情理解跟包容 相较之下 对川普是采取更强烈的认为 拜托千万不要让你当选的这样的心态 我们回头来看 因为你的话题是在学术自由 而同时当时的或者真到现在 大部分的这种行动都还集中在哈佛大学学术自由委员会 谈谈这个学术自由委员会 这是一个去年春天才成立的一个 好像是教师团体是吧 是 他原本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 Carol Hoover事件发生之后成立的 那一开始的成员在七十几个 现在当然越来越多了 包括很有名的几位学者 例如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 例如之前的财长Lawrence Summer 这些大咖都加入现在一百七八十位吧 看到这个报道 这个委员会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最近发表了一个公开信 也不能叫公开信 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叫做The Freedom of University 我特别把它印出来了 The Freedom of University 文章不长 其实就想要表达出具体的 他们对于校园也学术自由的主张跟想法 你印的那么小的字 我们刚刚讲我们是这个资讯实际时代的人 资讯实际时代 你看得到那个字啊 很辛苦啊 没想到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把它印得更大 我们来说说 这份当然它并没有不是什么法案 可以让所有人都必须追寻 但基本上就点出了几个基本的原则 那这原则老实说 我觉得都 我们都熟悉 我们从以前念书开始 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相信 相信大学的基本责任 就是要foster the discovery 就是要带领我们去发现 然后传播知识 要让孩子们 让学生们 做好对生命意义 目标 跟服务角色的理解 这是大学的基本的责任 所以根据这份声明 他说我们必须确保两个基本重要的freedoms essential freedoms 第一个当然就是 所有的学术教职都可以对于自己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教学自由 研究自由 不受任何的恫吓 另外他讲的一个freedom 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 我特别把它简单翻译 不是那么理想 不够简单讲一下 他的意思是说 他认为 无论背景与社会地位如何 校园里的每一位成员 都应该享有 发表与获得聆听的自由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他点出 不但是发表 而且是获得聆听的自由 在这一点上 他认为光是不去恫吓那些我们不乐见的想法 还不够 还不够 是不够的 我们都有责任去聆听 而且是带着真诚的好奇心去approach 去迎向不同的意见 这个太不容易了 因为所有的辩论 在我看到 几乎百分之百的辩论 都是假装 有在听 事实上 他挑的是我可以反击的字眼 这个老实说 我那一台跟小孩在讨论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前打辩论 你们家的小孩 因为我们打辩论 反正题目都是用抽签的 其实抽到正方反方都很开心 大部分的题目 除非老师订得很烂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这件事情 可以从正面来讲 也可以从反面来讲 你听对方的论点 打是打他 可是听起来跟过程 都还是有趣的 你不会因为 他是这样讲说 他是个王叉蛋 他是一个烂人 然后绝交 将来走了路上 校园遇到 也彼此不讲话 不会这个样子 所以他最后一句 他说我们刚刚讲 趋向去迎向不同的意见 去approach不同的意见 是受了一定事情驱动的 也就是去向彼此学习的渴望 等一下 这个让我好好的想一下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今天进行的单元 国际版的新闻搜查 陪伴我们的是早安财经文化出版 发行人沈云聪 云聪 刚才我们的这一段 精华中的精华的声明 要再重新说一遍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哈佛大学的一份叫做 Freedom of a University 大家想看原版 网络上都可以Google得到 我只是刚刚讲到了 他里头有点到 他认为大学应该要 确保两个essential freedoms 两个重要的freedom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无论背景与地位如何 校园里每一位成员 都应该享有发表 与获得聆听的自由 不是只有发表 还有获得聆听的自由 因为过去发表 发生过太多次事件了 要演讲的老师 要演讲的讲者在台上 因为他的立场不同 而被台底下影响 立场不一样的学生 敲桌子 排桌子 抗议 不被聆听 不被聆听 剥夺了被聆听的权利 对 就也剥夺了台下 其他人聆听的权利 要做到这一点 这份声明特别提到 光是你不去恫吓那些 我们不乐见的想法 是不够的 相反的 我们都有责任 不但是去聆听 而且还要带着 真诚的好奇心 去主动影响 去approach不同的意见 听起来很鸡汤 因为他无法真正的 在这个内心的指标里面 去验证这件事情 你怎么去说明说 他真的是聆听进去了 但这话 第一我觉得讲还是要讲的 鸡汤还是要喝的 是吧 那是 但他某种程度 我觉得也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 他需要被具体的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为什么要去主动 影响不同的意见 因为他说 这是受到一种想法给驱动的 而这个想法就是 向彼此学习的渴望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其实我们在老实说 很多的领域 都还是可以愿意 彼此学习的 可是不知道 从什么开始 一扯到政治 一扯到意识形态 就变成我绝对不能学你 你应该要来学我 台湾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所谓的沟通 所谓的对话 其实是我开了这个沟 最好你来通向我 所谓的对话就是 我面对你 你来听我的话 所以 以前我们希望 希望看到的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 是希望透过更开放 更多元的辩论 然后彼此交换意见 之后 正反而正反而正反而 最后得出一个 彼此都觉得 是共荣的 对 所以这会是一种 开启智慧的温暖 温许春风 但是你看看 现在很多 我记得我什么时候 好像写过一个文章 就是说 电视上这些 这些所谓的谈话性的 你不觉得那个 根本没有什么 温许春风的感觉 都是振振阴风 回过头来讲 哈佛大学 这份生命里头 特别点到 为什么要去主动 迎向不同的意见 在背后是被一种 想法给驱动的 也就是秉持一种 向彼此学习的渴望 而且知道我们任何人 在任何时候 都可能是错的 好了 鸡汤 哈佛排鸡汤 还是鸡汤 不过 这样说 言论自由 有些时候 所保障的这些言论 在另一个层面上 也可能构成 某种形式的骚扰 不论是不是 欢迎这个论调的人 就像刚才讲 好莱坞也会 不断的在他的片子里面 植入现在比较流行的 比如说这个爱情方程式 或者是两性 或者是己性的关系 甚至我们还可以 很明显的看到 我就觉得 在那个stand up comedian 的这些个talk show里面 他们开始讽刺的 更多的 好像就是 就是大量的去 讲这个 那几个字 英文单字所代表的 性别认同等等 这已经 这个好像 哎 这已经有那么不耐烦吗 他真的有那么不耐烦 他会认为言论自由 或者学术自由 研究自由 各种自由 都已经对我 原先的认知 形成了骚扰 对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你刚刚讲的这个心汤 鸡汤鸡汤 其实喝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某种的反省的 就是说 我们刚讲别人在双标 不过我刚刚讲双标 可能我刚好像听得不是很清楚 两边都是双标 两边都是双标 就是你过去觉得DI不好 觉得DI不行 因为什么 diversity 什么inclusion 都是你们的借口 结果现在他说 以色列犹太人在校园 其实是需要被include的 是需要inclusion的 然后校园里头是必须 diversity 保护这些犹太人的 然后倒过来 那个过去说要保护 这个少数族群的 现在这个话风一转 完全是采取不一样立场 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也 也有双标呢 我们自己在 在在在谈到某个特定的议题的时候 会不会也不知不觉的 那就倾向比较接近 靠向我们比较喜欢的人 比较喜欢的政党 比较喜欢的政治人物 好 但是有一个时期 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成年人 老年人 特别是年轻人 会说我们希望有言论自由 而且我们要辩论 我们要tough talk 要非常艰难的那种沟通 那到底他是这样的选择 或者是这样的发声 是不切实际的吗 对啊 你刚才讲的这一点 这个文章里头 也有讲到啊 我一下子找不到这段话 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大部分 他基本上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对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有不切实际的想象 就是无条件的 对我们说的很好听 对对对 我们需要对话 我们需要这个 但是意义上 老实说我们不见得愿意接受对方 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这个关系给搞砸 是 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稀里呼噜的 就就把假自由当作真自由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在面对辩论 讨论之后包容 然后得出一个更好的结果 自由派的一个叫伊诺斯的是吧 伊诺斯 他他就退出了 哈佛的那个那个团 那个主持 可以谈谈他的争议吗 是啊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他认为过去这段时间 对哈佛学术自由最大的威胁 就是校园内的不同政治党派主张路线的同质化 同质化 同质化 所以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 包括国会议员 很有名的国会议员 也都呼吁政府你必须惩罚 呼吁谴责 甚至要惩罚学生在校园里头 所表达的言论 这是伊诺斯最不满的一点 所以他也就退出了自由派阵营 可以这样说 是可以这么说 因为就是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双标 就大家都卫善 尤其是自由派也显示出 他的这个论述里面 所含杂的卫善的成果 所以大圣 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觉得我们现在都很多年轻人都靠social media 在发表他们的想看法 然后我们常常对待这些大学生 所发表的看法 就像对待社会上的成年人一样 我其实是有点保留的 我觉得对大学生而言 我们对看待他的标准 应该跟社会上成年人不一样 虽然很多人说他们大学已经成年了 但是我觉得他在校园里头 他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不管他发表的言论 是在公开的social media上 还是在学校校园内的刊物跟媒体 还是在课堂上 我认为都应该被一律视为 一个学生对于一件事情的讨论的看法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 是 是吗 这个想法我觉得还蛮新颖的 因为他们已经离18岁或者是20岁的标准 已经可能又多了一点 但是那个不能算数吗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海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新闻搜查国际版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发行人 沈云聪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云聪 刚才你有提出了一个 我觉得今天让我三观一心的看法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思维的程度 因为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在大学里面就读的学生 也不管他是哪一科什么 就是只要还是学生身份的 都应该把他视为跟成人表达意见 有一个一定的距离 是不是 是 你认为同学们会同意这个孩子们 你们比较会同意这个论调 并不是说他们做错了事情 他们有严重偏差的思想 或者说法 我们不应该去教导 甚至谴责他们 不是的 我要说的是 那个绿色奇迹不是说 what happened in green mouth stays in green mouth 在校园里的事情让学校解决 校园里的事情应该还是回到学校解决 即便是他发表 即便是他发表在这个social media上算是公开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科技 把这个校园里头的事情外溢 变成这个社会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 跟更多人知道如此而已 但是他毕竟还是学生的身份 他毕竟还是在学习的这个特权当中 去年那个白贩之争不就是 是 我觉得还是回到校园去处理 我们一般看看热闹 然后在那边吵吵吵吵 怎么吵都行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回头去公审 跟影响到这个学生的实际 应该接受到的惩罚 或者奖励 如果是奖励的话 好 可是我们要回头看 美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包括了外患的内忧 而且以及他长期对于以色列采取的态度 为世人现在已经可以说诟病了 那怎么看美国在世界的各种形式的地位 特别是霸权地位 而且特别还是媒体霸权地位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聊一下 social media 在这个所谓的后大众传播媒体时代 所可能带来的更多的改变 只是我们现在太忙乱了 没有时间去帮他厘清 我个人是认为 以上讲的很多的问题 都是跟social media的崛起有关的 因为如果没有social media 我们还会有大众媒体 不管大众媒体它在怎么偏颇 某种程度还是有在做gatekeeper 还是有在做某种的法官 这个法官有善意的 比方说把一些垃圾糟糕的东西过滤掉 但当然也有主观上 我们不能说恶意 比方说有特定的propaganda 特定的大外宣 大内宣 对对对对 像美国的这些国际通讯社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大外宣 但是因为有了social media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过去传统的美国通讯社 不会报道 甚至不愿意报道的角度 包括美国自己的学者 他过去不是每个人都听以色列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你西方国家做什么都对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中东就是邪恶的轴心 不是每个人认为苏俄就是邪恶的 美国就是政治的 就是美国队长 不是的 在当时其实我们都知道 哥伦比亚大学也好 很多的外交学者 只是都会认为 苏俄跟共产世界 社会主义世界跟美国最大的不同 就是体制上的不同 并没有善恶之分 直到雷根开始 硬是把人家打成坏蛋 以上的这些 其实在过去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看到听到当时的学者政治人物的谈话 直到今天释放出来之后 然后再加上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 其实二战以后我们都知道 所谓联合国有南南连线 所以第一个南是北半球的南方 第二个南是南半球 也就是新兴国家 穷国们早就说了 你们这些美国的通讯社 就是偏颇 你们报道我们国家 都是什么 天灾人祸 毒品 只要我们有发生什么地震 总是死很多人的报道 我们有政变 杀死很多人也报道 可是我们的优美的风土人情 我们的好的事情 我们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成就 你们视若无睹 所以长期以来 你都把我们当作落后的国家 但是现在有了social media 我们看到了 其实很多的新兴国家 很多的全国 透过这个新的媒介 好吧 同样做大外宣 所以也让世人看到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白种人的角度 甚至不是只有美国的角度 是 刚才节目一开始 你就提到了 整个我们今天的话题 大概是围绕着 哈佛大学 宾州大学 麻省理工 麻省理工学院 这几个学校所发起的 这个学术自由活动 但是另外耶鲁呢 哥伦比亚大学 在你的文 这篇介绍的文章里面 其实也提到 他们也有一些反应 不只是这些长春藤名校 其实在长春藤名校 算是这一波的学术自由的争议 引爆的角度 的这个 进度比较慢的 更早之前 其实是更多的公立学校 包括以前 我们的母校 米苏里大学 其实很早以前 你看从那个 黑人命不是命开始 就好多的公立学校 都发生了 Black life matters 都发生了类似的争议 所以我们都知道 包容多元 平等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可以为了包容 平等多元 坚持到什么样的程度 难道是坚持到 促成暴力抗争 也再说不惜吗 所以这个其实在当时 我如果没有记住 细节我已经忘了 因为当时 米苏里大学 就有老师提出 不一样的看法 结果就一样是被围剿 然后 他们现在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 美国的大学 有一个tenure的制度 就是终身教授的制度 这个能不能发言 或者说能发言的 被容忍跟被聆听的程度 究竟如何 很可能会影响到 这些个tenure 就是这个叫做 终身职教授的生计 而他们又都是 非中生职 没有他们又是尖子 就是最好的 在学术上最有好的表现 才会获得这样的资料 对 所以这造成了一个连带的影响 就是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了 人人心中一个小警种 我们现在不是 以前常常讲的这个 对啊 好 那这怎么去防范 或者说怎么样去 不走上 哈佛的这个声明 当然有很具体的条列书 这个校方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不过我觉得 也就是他比鸡汤还鸡汤 我觉得 但我刚刚特别把这个 他其中那段话 他用大字给他印出来 念给大家听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事情提醒大家 或者我觉得 我们自己提醒自己 是可能是重要的第一步 也就是 我们应该要去理解 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有发表跟获得聆听的自由 我们刚刚讲 米苏里大学发生的那个事情 就真的就是 有江泽进去演讲 事先他们已经抗议了半天 不准他来 但校方觉得 这是我们校方要邀请的对象 你不喜欢可以不要来听 因为别的同学 别的老师 还是有聆听的自由 那不管 来了是吧 那我就到现场去 敲楼打鼓 去敲楼打鼓 后来被赶了出去 就在门口 总之是要 不让这个演讲 可以顺利的进行 这就是 我想在我们 可以理解的范围当中 他就是 你就是不让别人 有不聆听的心 你就是要恫吓那些 我们不乐见的想法 进一步的讲给别人听 讲给更多人听 而且这东军 隐含一个很重要的假设 就是别人都是笨蛋 别人很容易被洗脑 别人很容易被影响 所以听了这场演讲之后 他们会更强大 他们会被骗 就是在保护 人家当正义的使者 不过 在你的文章里面 引述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肉搜索 因为毕竟我们都还 已经习惯了一个 自由民主社会里面 人民有知的权利 我也愿意保障你知的权利 所以我帮你搜索一下 这里面就有一个尺度了 我搜索的对象 他又如何自保 我是认为搜索不是问题 人肉搜索不是问题 我觉得不是问题 我们本来你要发表言论 就应该要负起你言论的责任 就是要不然你躲在假名字背后 你躲在一个假帐户背后 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看法 难道不用负起基本的责任吗 我认为人肉搜索不是问题 而是搜索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去 去面对这个 你不喜欢的言论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是不是可以主动去 听听跟去看看 人家是怎么说的 而不是因为的 反正你讲出来我不喜欢听 我就给你搜索 我就给你出真 可是现在大家对于出真 或者是被出真这些事情 也习以为常的是吧 而且有惯性的 选边的价值判断 所以说这是一个智力上 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智力到底 能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 一个认知 你觉得呢 这个是认知作战 好问题 但是你不回答吗 还有20秒钟 我们20秒钟顺便说一下 我们本来还要讲一讲 AI对不对 人工智慧 下一次来到我们节目 我可以想想 我们来聊聊AI 一个名人去世了 他的新的传记忽然很多 但是这都不是他的传记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可怕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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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